我们一定会让日本人血债血肠 我爹为我操心了半辈子 我却因为我娘 我恨了她半辈子 她希望我好 希望我成熟 而我 我偏偏跟她对着看 我却化天酒地 不学无术 现在想来 我与我爹的半生情分 竟然是在对抗中度过的 和我娘一样 她现在也走了 我再也没有办法让她道歉了 我没有办法让她道歉了 三哥 爹一定不会怪你的 多说父子恋心 你想跟他说的这些话 他肯定早就明白了 你知道吗 我曾经历世 我绝对不要成为她那样的人 我责恨她的愚忠 她的愚妇 最恨的就是她的莫首尘惠 可是当我参了军 统领了成百上千的将士 在尘州上我才意识到 有了规矩 才成方圆 我没能为她分担什么 可她却为了我们这个家 付出太多 我见到她 别太多太多 三哥 就像你一直敬重着天 爹肯定也一直为你骄傲的 她能把颖军交给你 放心去美国治病 就说明 在她心里 她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 她觉得你值得托付 所以三哥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一定不要让爹失望 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让日本人 血宅血肠 神经理 儿子 还还得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